接下來這位歌手呢 對 這位歌手呢 他現在手上拿著麥克風 是誰 好 那第一位 我們要歡迎的歌手 就是我們的Galine主持人 還有一位呢 他搭配一位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Yuki的巨星 重金頂聘 剛剛贏了35萬 剛剛還為了黑色的裙子 還是白色的裙子在跟我一起 他在後台化妝的時候 要用灰色的眼影 還是銀色的眼影在髮底氣 好 那我們就熱烈掌聲 歡迎Galine還有 曾亦菲 好 那你看他非常忙碌 就是我要就是 有時候主持人還是要接一下 歌手的位置 那這位戴紅色帽子的呢 叫做喇娃 那他堪稱鐵花村的女神 那因為他今天是工作關係 所以他打刺激 那大家都說他長得很像 誰 你們猜猜三個字 陳春青 是喇娃的媽媽 高惠君 那有沒有像 沒有 沒有 好 沒關係 那他是來自新竹的泰雅族 那他在鐵花村非常多年 因為愛上台東的一切 包括所有鐵花村的工作人員 跟他建立非常多感情 對 所以就是待會就是這樣非常忙碌 大家 所有工作人員都會有一件事情要忙 那你們呢就是在台下 房子喝酒就好了 那我們先舉杯一下敬一下大家 敬你的左邊敬你的右邊 給我們玉柱兒世界足球賽順利 我們也給我們的小巨星 曾亦菲一個掌聲鼓勵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他叫曾亦菲今年五歲 好 那在這首歌開始之前呢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做一個動作 那待會如果在歌裡面 你聽到愛的時候呢 你就跟我們的妹妹一起比 好的 這是大家比一個愛心的動作 講到愛的時候他就比一個愛心 因為呢 現在的小朋友他的愛心 已經不是像我們已經這樣子了 還是這樣子 這樣子也不是了 已經是 因為我不太會做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對 你看他 妹妹舉高一點 你看 有沒有 其實很難耶 好 不給你們學習的機會 好 你們不要開始 待會聽到愛的時候 就要一起比好不好 好 好 緊緊貼緊你的耳朵 灑浪不油 千萬永遠不顯太多 對你的笑 一圈經歷的 二年以後的 數到三 永遠愛你一個人 一次不會煩躁 五不會囉嗦 每天為你打口 孤歌也不作 快唱一唱 點進你的耳朵 沙拉肥羅 無限太多對你說 打開你的愛情手冊 就在今刻 為你唱的專屬新歌 要記得 打開你的愛情 大家會跟別人一起嗎 說你想說的 做你想的 我陪你看日落 陪你等日落 陪你一起唱完我們愛的歌 對你的愛情手冊 沙拉肥羅 無限太多對你說 打開你的愛情手冊 唱的專屬新歌 要記得 Yeah 我緊緊靠近你的耳朵 傷害你不嫌太多 如果相聚的情侶 我更知已慢慢做 請相信我的真正真心 你宇宙海遼闊 我會牽著你的手 請到你 好多 沙拉肥羅 無限太多 打開你的愛情手冊 就在今刻 這首專屬新歌 要記得 我緊緊靠近你的耳朵 你愛你不嫌太多 如果相聚的情侶 我更知已慢慢做 請相信我的真正真心 你宇宙海遼闊 我會牽著你的手 請到你 嘿 愛情手冊 就在這一刻 就在這一刻 這首專屬新歌 要記得 謝謝 掌聲鼓勵給 張一菲 沒有 等一下是我自己唱 好嗎 謝謝大家 我們一句公 耶 那 不要下去了 那你在這裡陪我嗎 你要在這裡陪我嗎 好 他花那個 一個禮拜的時間 準備他的衣服 你就讓他站在上面 而且他媽媽 我是他的阿姨 然後他媽媽 剛剛戴了一套黑色的紗裙 他媽媽就為了這個說 你穿這個 你不用穿那個白色的啦 然後他就一直堅持這個 然後他媽媽到最後就說 阿姨 你跟他溝通 我沒辦法跟他講話 那菲菲她平常都在體華車幫忙 他的阿姨 或他阿姨的同事們工作 有時候 我們在掃地有巴 他就會想要一起幫忙 那掃把或喇叭都已經擋住他 你就會看到掃把在那邊飄 好 那我就是 非常可愛的一個體華車 那也非常可愛的一個菲菲 那下一首歌 下一首歌呢 也是有點 年代啦 就是如果大家有聽過的話 大家也可以一起跟我們一起啦啦啦啦好不好 待會聽你們就知道是哪首歌 那吧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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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流下眼淚 第一次回 第一次沒有說再見 我望著你漸漸走遠 我會這就是愛 我會這就是思念 第一次無力面對 第一次破寫 第一次沒有安慰 那不曾有過的感覺 我會這就是 Brian 我會再提醒 uno 有一點煩惱,反而覺得很好,難把我的心裡燒 我喜歡這種感覺,輕飄飄的感覺,聽到你放慢,在那種誰 有一點煩惱,絕對很好,明知那日午後就要,卻停止不了 第一次流下眼淚,第一次後悔 第一次沒有人安慰,那不曾有過的感覺 莫非這就是愛,莫非這就是思念 第一次無理面對,第一次補寫,第一次不想說再見 我望著你漸漸走人,淚意不知不覺的追 我喜歡這種感覺,想像的感覺,想像的感覺 想像我翻著你漸漸的味 有一點煩惱,反而覺得更好,難把我的心裡燒 我喜歡這種感覺,請教掌的感覺,聽到你等完,在那裡 有一點煩惱,絕對很好,明知那日午後就要,卻停止不了 我喜歡這種感覺,請教掌的感覺 我喜歡這種感覺,想像的感覺 我喜歡這種感覺,想像的感覺 請教掌的感覺,聽到晚安,在那裡煩惱 在那裡煩惱,有一點煩惱,卻又覺得很好 明知那日午後就要,卻停止不了 謝謝 準備好晚安哦 好 有沒有反正想 謝謝 掌聲鼓勵 大家有聽過剛剛那首歌嗎 那大家有聽過第一首歌嗎 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 叫做一二三我愛你 是現在時下很小的小朋友 非常流行的一個 大概五到十歲之間 的一個那個叫什麼 APP嗎 叫做抖音 大家有錄過抖音的舉手 出去 我那天看到一個類似一個文章 它就說就是如果你發現 你自己的男朋友會拍抖音的話 你會怎麼樣 就是你的另外一關 就是 牽手嗎 不是 就是會尷尬 為什麼抖音這麼不好 為什麼 為什麼 是因為抖音怎麼樣嗎 剛剛那是我們村長的聲音 他很想表現 但是因為今天沒有拍他的眼珠 待會 你們可以上YouTube搜尋 提花村村長發歌 你們就可以看他的眼珠 你們待會休息時間自己看 因為今天沒有他的眼珠 他現在很想表現 他一直站在門口守住啊 門神 那 對 yeah yeah 那 在鐵花村呢 其實大部分的工作人員 都是原住民 對 那下一位呢 他是非常稀有的 非常稀有 然後來自 桃園 有來自桃園的朋友嗎 有桃園的朋友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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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來自桃園 那有來自楊梅的朋友 我們是桃園 我是中立啦 那他是來自桃園楊梅的客家人 那 客家人嗎 對 你好 那你們待會可以綁架他 如果聽到會唱的就可以跟他一起唱 對 那你們現在所坐的椅子位置 包括外面所有的場域的設定 都是出自他手 那他叫做 你下雨天的時候呢 一定會想起他 就真的不管怎麼樣 到哪裡都會看到他 對 因為他的名字呢 他叫做蒂華 掌聲歡迎小溪蒂華 Yeah 有沒有 客家人的臉 對 楊梅 楊梅的臉 楊梅的臉 好那接下來就給我們的蒂華 這個舞台囉 他的本名真的叫蒂華 那個導演王小弟的蒂 然後中華民國的華 他現在有一點素 因為我們都是用工作的姿態上台 所以他現在就是 對 就是大家不要太care我的船座這樣子 可以注意我的 胡子 胡子 對 可能要休了這樣子 然後第一首歌我要帶來的是 一首 我不知道他是誰寫的 但是應該客家人都有聽過 他叫天公落水 就是一首 大家可能不要圍唱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好像聽過這樣子 好 你的左手邊有客家朋友 嗨 你們是哪裡的客家 台中 台東的耶 台中 台中的 台中的客家 歡迎你們來到鐵華車 歡迎你們來到鐵華車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打算 對 我 來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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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